這個比較順利 開燈,開燈 外面 沒有燈開,忘記了,還有燈 Hello,大家好,我是Jo 今天想帶大家來到Kingston 看一間五房獨立屋 這間屋是維多利亞式的紅磚屋 亦坐落在Kingston 相當漂亮的位置 一個近市中心的位置 這間屋是一個客戶 在較早前買入之後 想拿來自住 但現在想委託我們幫他翻新 改建,最主要是改一些設置 讓他更加合心意 因為這間屋的情況 買入時也相當不錯 但很多地方不適合業主的心意 最主要的改動是 因為樓上一樓 原本那屋有三間房間 和一個廁所 但廁所不太大 相對於五房的獨立屋 廁所的面積相當小 而且業主來說 有老人家居住 亦是一個結婚 他想要有兩間房間 只有兩個套廁 各自有自己的洗手間 可以比較舒服 所以現在來說 基本上把現有第一層樓的三間房間 拿了一間房間做一個套廁 現在也想帶大家看看 這個改動是怎樣 事不宜遲 現在又去看看 我們來到這個屋外面 也讓大家看看 這間房間的外形 和周圍的環境是怎樣 其實也很漂亮的外形 不過現在因為我們在做外場維修 所以踏了樓 看的可能不太清楚 但在旁邊 其實有其他鄰居的房間 都是相同的房間 所以我都可以給大家看看 前面來說 有很多維德利亞式的功能 一些門 有一個圓拱形的門 還有兩個很漂亮的櫃窗 還有我想給大家看看 這條街其實也挺靜的 相對於Kingston 是一個很方便 比較中心的位置 其實從這裏走到市中心 其實是可以走到去的 大概是十多分鐘就可以走到去的 還有你看到前面有個教堂 所以這條街其實周圍也有些樹 都挺靈靜的 還有相對來說都挺闊 但是在Kingston 一般來說 一些比較中心的物業 它有個不好的地方 就是沒有泊車位的 你看到前面來說 這裏沒有一家 沒有一家的 就是有駕駛的 全部都是要跟Council 申請泊在街上的 你看到 所以可以說是在這區 比較中心來說 就有這個 可能一個沒有那麼方便的地方 OK 我們準備帶大家進去看看 這個五房的獨立屋 師傅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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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來講講這個位置 其實這個 相對來說是一個比較大的飯廳 還有這個dine kitchen 但是它這裏 因為這裏舊屋 其實很多時候 從門口進來這裏 那個走廊是相對比較長和窄的 業主就覺得 所以就覺得 就想在這裏 就開一個比較 原本一個 一個門的門口 現在就想它開大一點 開到1米6 也是安一個 一個靈活一點的 一個是 湯門 湯門 就可以 它是縫隙的 是的 可以縫隙的 先示範一下 那麼 還有就是想是增加採光 也可以靈活一點 如果是想有些隙間 就可以關掉 師傅 我想問你 例如做這類的 都是有一點結構性的 還有這類門 有什麼東西要注意 還有我們 這裏上面有沒有加到一些 有 我們有做結構性的改動 好的 首先這門 因為舊式的屋 它本來的門比較大 但是業主還覺得 因為它有時候 入傢俬 還有飯桌 有些不方便 再加上我剛才你說的 這條走廊比較深 有成六七米 所以它就覺得這裏比較暗 所以這個暗的情況之後 就想叫我們幫它打開 當然我們要實地觀察 我們看到這棵牆的樓上 還是支撐上一棵牆的 還有這個 因為獨立屋的原因 加上木方的走位 是支撐在這棵牆上面 所以我們做那時候 我們加了一條降糧 木方好像你上次說是由這邊走的 沒錯 這樣 其實都有相對的方式 但是我們覺得 因為它的木方在上面 樓上還有兩層樓 我們也是關鍵牆第一 所以我們安置了一個降糧 在上面 兩層樓 對 沒錯 沒錯 而且我都覺得 現在這樣開大 開了之後 闊落了 基本上 我看到 其實感覺上 都是舒服很多 開揚很多 開揚很多 我們 還有來說 這種燙門 其實很多時候 除了用在這裏之外 我其實有留意到 有些地方 譬如是兩個客廳 在中間隔開都可以用這種方法 對 你隔開的話 因為怎樣都會有一個 obstacle 在這裏 所以 吐音不多不少 都會相對減低 對 所以其實 這也是一個方法 可能比較靈活一些 有些業主 不是喜歡全部open 對 有些perfect 這個也相當之 相當之 不錯 這個也不錯 一個選擇來的 而且它的顏色 又光猛一些 所以沒有那麼暗的感覺 對 對 現在我們也上去另一個地方 因為 其實 業主其實 除了這個 一個少許結構的改變之外 其實我們 樓上 原本 樓上只有一個洗手間 即是一個家庭房 即是一樓 但現在來說 因為他們 就想有些改變 所以他們自己 有間房 就有一個 好像一個套房 有兩間套房 可以有 現在我們就上去看看 好 接著現在 我們就上去一樓 一樓 本身來說 有三間房 只有一個廁所 這個廁所也不算很大 還有 這裡的業主 其實 這個我們身處的地方 就是Master Bedroom 他就想有一個陶廁 所以 其實 可以說 在這裡 可以說 加了一個 一個大一點的Family Bedroom 和套廁 還有 另外一間房 也有自己的套廁 其實這裡 可以說是 原本三間房 現在變成是兩房 兩個套廁 兩個套廁 對 我們看看 這裡就是Master Bedroom 然後這半門 其實原本是沒有的 是開的 是開的 我聽說 你之前 你也是做了一些Support 對 沒錯 我們現在看看 這座牆 現在是商場 Double Thick 我們又上了樓上 因為現在還有二樓 二樓的木方 就在這座牆上面 因為根據這個門的位置 大小 我們現在放了的是Concrete Linto 和樓下的結構改造有點不一樣 樓下是鋼梁 這裡是Concrete Linto 是叫做門尾 這種門尾 是否通常用起這些 好像是 相對比較窄一點的 沒錯 就不是下面那些 是比較Supportive 沒錯 比較寬一點 強一點 這個如果是 長與長之間 就是這裡這樣 開個洞 做一個長位進去 用那種就已經夠了 對 沒錯 這個就要注意 如果是 很多朋友 都想可能在自己家 自製一間套廁 這樣就要小心一點 那就要留意這件事 好 接著我們進來 這個套廁其實相當之大 對 我看到面積起碼都有70-80呎 有 有 有 原本這個本來是一個尺寸 已經不錯的房間 但是 你可以看到 你看看這裡 我們就加了一個 這個是 Sawr-Cupid 就是一個棋缸 一個挺漂亮的棋缸 還有要留意一下 這個樓底是相當高的 是的 沒錯 進來都覺得很漂亮 還有洗手間就在這邊 這個就是有一個浴缸 浴缸 你留意一下 我們其實就是這樣 因為這個純粹是用來做巴 浴缸 還要是比較闊的 是的 看到 很漂亮 然後可以留意一下磚 聽說磚師傅你選擇的 是嗎 比較大 因為這些比較大的浴缸 其實都是比較適合 用一些比較大的磚 看來就感覺上是 比較漂亮 那這邊來說就是 加了一個雙手盆 看到嗎 現在其實來說都挺有流行 就是雙的洗手盆 看來就比較高級一點 上面也是 因應業主想做一個鏡櫃 他都選擇了鏡櫃 那這裡呢 還有你要留意 就是剛才我所說 因為這裏原本是一個比較小的 通常一些Victorian House 真的它的浴缸 都是比較小的 那這間始終來講 是大宅 可以說是五房的大宅 那所以其實呢 都想要一個比較大的 Family bathroom 所以在這裏都開了一個 開多個門 那就是說如果是 他想是一些Family 就是當作Family bathroom 就在這裏入 也都可以 如果關掉這扇門 這邊就是 主要是做一個 對 因為我們相對地 幫他安裝兩個內鎖 對 當你做套廁的時候 你可以在這裏鎖了它 記得鎖住 當然 記得要鎖住 對 然後那邊鎖住 沒錯 這是靈活性 對 我覺得挺漂亮的 好 接著我們再去另外一間套廁 套廁 這裏其實就是另外一間房 亦都是幫他做了一個套廁 原本的入門口 就是在外面的走廊 但是現在 因為這裏就是想給業主 一個媽媽住 他也是想有自己一個套廁 所以我們就封了那邊的門 就在這裏開了 那個門 就可以由這裏進去 作為一個套廁 那這裏是不是也加了一個 是的 我們剛才在這裏解釋過 之前解釋過 這個方法跟那邊一樣 所以我們把它 也放了一個門尾 這樣就頂開了那個門 所以我們在安全的情況下 打開了它 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這個 這個 來講 譬如業主的要求 想做一個比較大的 棋缸 接著這裏 都是有一個 洗手盆 洗手盆 廁所 其實那個尺寸 都跟根本沒有變過 只是內套是轉了 現在來說其實就有大概是 這裏原本都有差不多六十 五十多六十 有有六十 但是我挺喜歡這個棋缸 相當之大 起碼來說 可以洗澡也舒服一點 想坐著也可以 因為現在的工程 其實是進行之中的 所以你看到很多 比較多工具和雜物 這裏原本就是個客廳 客廳 你看到這裏前面 就有一個很美麗的杯 window 這個客廳其實很經常 一些Rigtoine house 大概是八四五尺 也有一個很美麗的火爐 這個火爐其實原本 是一個比較舊的 就不是太美麗 現在其實我們幫他換了一個石 一個石料 這個是石料 一個比較高檔 可以說比較美麗的 這個火爐 你看到這些磚 也是鋪過一些磚 好 接著我們再走 就是去這個 這間屋可以說是一個 靈魂的地方 這裡就是有一個 再進來 其實它有一個 utility room 這個 utility room 原本就是很簡單的 有塊板 有些洗衣機 但其實我們也是 現在就是將它 升級了 做了一些 廚櫃 這裡可以放一些 雜物 這個位置 也會放一些 洗衣機 和乾衣機 這樣 這裡 都是一些 還有一個 冰櫃 因為雪櫃 其實這裡的雪櫃 也有一個 挺大的雪櫃 但很多時候不夠用 所以就加了一個 冰櫃 按回業主的要求 也是換了一個 新的洗碗盤 你看到 是做了一些 珍墨的reptop 其實都挺漂亮的 你看到上面 這裡就多了一個 utility room 可以放一些 不想被人看到的 雜物 甚至乎有時候 在 utility room 有些人會喜歡 在這裡浪衫也可以 從這裡 也可以出到花園 我們再走 進去 算是一個 比較長的走廊 因為走廊 是比較長的 其實可以讓你看到 從門口到這裡 其實是一個 比較長的走廊 所以業主就因此要求 就想我們幫他 開大了門 裡面 現在就做了一個 拖門 原本就只是一個 一個門 一個很standard的門 這樣進去而已 現在其實是 開到一米六 也是有一個 挺漂亮的門框 其實你感覺上 是開揚了 還有 也有些光線 可以照進來走廊 就沒有那麼黑的 因為現在我其實沒有開燈 但相對來說 都算是 感覺上都挺光亮的 因為之前來說 如果是 關了這個門 就是單門 這樣 這裡是很黑的 下面其實 樓梯底 也有個洗手間 現在我們都準備翻新 然後還沒做完 還沒做完 然後再進去 就是這個 飯廳 這個飯廳 其實相當之大 因為原本 前業主都已經做了一個 延伸 我們去到中間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這個廚房有多大 在這個中間的位置 其實就是一個 已經有一個很 modern 的廚房 這裏有個中島 中島 其實那裏有一個 可以說是做一個 一個 breakfast bar 這樣 那這裏 我們剛才就從這裏進來 那這裏 原本就是 鞏鑽爐 可以說 這個位其實就是個 飯廳 其實這個飯廳的位置 都不細 有一百尺 但是相對來說 當然 這裏這麼大的屋 現在也是做了延伸 那這裏 就會是將那個 飯 食飯的位置 其實就可以在這裏做一個 可以開放一個 十人餐桌也可以 那這裏 你會見到 一個很美的 floating door 一個 就是落地的大 大玻璃窗門 那上面也有兩個 天窗 skylight 那這裏 其實呢 尺寸 由這裏到這裏 其實都已經有 超過300尺 超過300多尺 300多尺都有 即是可以 一般的 可能一個 一個 一個 我們也可以看一下 這個 kitchen 其實這個 kitchen 相當之美 那這個 kitchen 其實就是 原本的 kitchen 不過 我們就 將會幫業主 做一些 improvement 那 原本 你見到 Double Oven 都很美 就是名牌 Seamens 的Double Oven 其实前业主也是一个挺落重本的人 但是有个美中不出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位置是比较低的 所以业主有跟我们说过 可能将这个位置拆掉 升高这个位置 就不会那么容易顶头 因为现在可能洗碗的时候 有机会顶头 而且这个升盘 虽然而言不是很大的 one and a half 可能就比较小了一点 但是这里你看到 这里就有个雪柜 还有丁柜 就是一个standard 但是业主就有 所以就在这个utility room 加了一个冰柜 就想可以多一些 因为始终都是多家人用 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储物空间 但是你看到这个相当之不便宜的 这个mechanic 一拉出来就可以有一些很多的层格 但是都不是雪柜 所以就在utility room 就加了半个冰柜 我们再看一看这个非常漂亮的dine in kitchen 而且这个本身就是火炉 现在我们有些工程正在做 所以我们暂时保护着它 接着我们去到花园 其实这个花园相当不小的 也相当容易打理 这里来说已经铺了石砖 这里只是一个花园 其实就没计算那个summer house 这个位置已经有400尺了 而这个就算这个石砖 这个位置也有200多尺 这个位置相当之好 可以做 已经可以放到一些很大型的户外傢俬 就可以吃烤烤烤 这里相当来说就是草地有些树 但是这个草地位置也不算很大 所以其实都容易打理 我们再走 其实它就有一个挺精致 很漂亮的summer house 这个summer house 因为现在暂时来说 业主就放了一些私人东西 一些傢俬 所以我们就在外面看看 它就有大概 这里也有100尺 这里也有一个傢俱 这里也有一个傢俱 现在也是放了东西 就是一个傢俱 这个summer house 相当之精致 看到吗 OK OK 接着我们准备带大家上楼上了 我们因为有些工程正在做 你也看到都是搭了棚子 我们今天最主要是拍摄地下和一楼 因为业主有很多私人东西 所以我们就看不到 其实顶楼有两间房 但我们可以去到一楼看看一楼的情况 OK 那么现在我们准备上楼上一楼 这个楼梯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就砌了一些旧的地毯 其实这里也会铺一些木板 Lemory floor 还有再加一些Warner地毯 这样的 楼上来说 原本就是一楼来说 原本是三间房 这里是一间master bedroom 然后这里是另一间睡房 还有一个 在尾里也有一间比较大的睡房 那原本呢 这里就是一个睡房 但是现在我们就改了 是个family bathroom 再加一个可以说是 另外一间master bedroom的套屎 那我们进来看看这边先 这里就是一楼上面的 一个相对比较大的master bedroom 这里面积都有三四尺 也可以看到楼底相当高 我们今天就没有开 现在这里没有开灯的 但是也很光亮 而且基本上就铺了一些地板 一些Lemory floor 颜色也很漂亮 那就是个业主自己选的 颜色 那这里呢 再走到尾房那里 就有一个 也都是一个 有成八 这个相对来说 比我旁边的那间 差不多八四尺的 一个大房 可以说 这个也可以看到 前面有一个很漂亮的bay window 还有这边也有一个 相对来说是一个大的window 这个楼底是很高的 一楼来说 这里差不多有两米八 应该有两米八 还有呢 因为呢 也想加个套屎 所以呢 原本呢 门口是由这边进的 现在就封了那边 这里呢 就加了个门 那就可以 好像个套屎 那样 就在这里 可以 棋缸 淋浴 看到 因为它 这个是 最主要是 想要个大一点的 棋缸 所以这个 就做得相对来说 比较大的 那呢 还有这个就是浴缸 那 那 现在来说呢 其实就 相当之好 那 可以说两间房 都有套 就是套屎 不过呢 就相对来说 就本来以前是五房 那现在就变了 其实就变了是四房 就是一楼就是两间房 楼上呢 就另外有两间房 建个Log Room 最主要的改动 其实都是在一楼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现在的情况 那 将来如果是完成了 我们可能 或者都再回来再拍多次 补充其他东西 那刚才 除了一些间隔上的改变 也都是 就是在一楼那里 最主要是加了一个 相对比较大的Family Bathroom 也是各自各有的套屎 因为之前来说 其实 这类为多人认识的房子 其实有一个很不好处 就是说 它的洗手间是相对小的 你想想 在一楼那里 刚才看到一间 五十多尺的Family Bathroom 就是这么大 只有这样的尺寸 的Family Bathroom 其实 它的比较不是很 有点怪怪的 但是那时候是这样的 那现在来说 现代人都是喜欢多些洗手间 还有 闻落一点的洗手间 那去洗澡的时候 都舒服一点 那除了刚才之外 这个改变之外 其实还有就是那个 墙 因为呢 刚才没有提到 那 其实我们呢 就帮业主在一二楼那里 是重新拆了墙子 重新拆了墙子之后 就是批档 和来说 柔柔的 因为 其实这类Victorian House 有个不好处的地方 就是 他们之前 都是 很多时候都是喜欢用墙子 但是呢 历了这么久的时间 就是百多年 不同的 不同的业主 转手 那他们就 未必是想 就是 铲了墙子 去 去 柔柔的 因为呢 就贵的嘛 那很多时候呢 就在墙子里 游 游一层 游一层 那可能 那墙子上面 已经是四五层的油 都不一定 相当来说 现在来说 现在再游呢 其实效果都是差很远的 所以 业主呢 都想 既然是 整屋 不如就彻底一点 那所以 我们是 可以说 是铲底了墙子 接着是 批档和油油 那样的 最关心的 就是说 工程做了多少钱 那这个工程来说 相对来说 最主要是做 就是 裂套 上的改变比较大 一些 一些 屋外面的 维修工作 所以你刚才看到 都达了盘 那那个 造价 其实就是 工程的价钱 五万五千英镑 左右 那 他来说 就 刚才所见到 就是 最主要就是 是 不包一些 贵的料 不包一些 我们叫做 免料 因为呢 其实好像 地下 就是那些 地板 那其实呢 因为这间屋 都是一些贵屋 所以呢 其实业主呢 都是想 选一些 比较 就是 他自己喜欢一些 比较高质量的材料 所以 其实刚才看到的 那些地板 这些真木地板 真的相当不便宜 都接近70磅 per square meter 所以这个部分 和一些 一些 比如 洗手盆 那些 在Family bathroom 那个洗手盆 都过了一千磅 所以 这些 我们叫免料 其实最主要 都是客户自己 是给钱的 那我们可以帮他买的 但是 大家可能会 所以想问 那是否记得 是由这个 五房变了四房呢 那 其实呢 我就觉得 最主要是 价值上来说 可能都有一些 五房来说 始终来说 虽然同一个尺寸 五房来说 在Selling 来说 会是 比四房 贵 因为这个 买屋来说 很多时候都是二房 一间 做主要 那个 价格 即是出价 但是 其实 业主是最重要自住 而且 他想住得舒服 所以 他寧愿 都想 犧牲一间 房 做一个 大一点的Family bathroom 这样的 OK 今天我们的分享 到此为止 如果喜欢这条片 的观众 希望你可以给个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我们的影片 多谢 拜拜 我们在伦敦 曼城 利物浦 百明汉 提供全面的物业管理服务 也有帮助海外的投资者 在英国置业 如果有兴趣的话 欢迎你WhatsApp 或者是上我们的网站 或者是电邮我们 去了解更多的资讯 没有 有没有灯 有没有 开点灯 有点灯 对了 有点灯好些 其实都是一个 相对来说 大的工程 不是 也不是 大工程 OK 师傅今天我又来到新地方 你以前有张片 没有 就是 今次的工程 我怎么说 今次的工程 就是